你看像个什么 这很像一个翘着尾巴的鲜狗 是的 很像 狗狗虽然可爱 但是不够特别 所以我给你来一个可爱的扩耳狐 然后我发现耳根位置呢 还像一个人的鼻子 我就脑洞出了这个画面 很经典了吧 我看看谁不知道啊 不知道的放学留下来抄五遍课文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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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很像一个往左看的 看点狗头 很好 还像 这小姑娘这是跟狗狗干啥了 我就是不画狗 最近我沉迷马利奥奥特赛 所以说应来我也要画个马利奥 何况我也不算是应来的了 好了 画 我看上像一个 俯冲的那个追龙 吐火的那种 你呢 我看上一个放屁的龙 一开始我脑子没转过弯来 然后小姑娘说我画的龙头 就给她那条龙放了屁 哦 原来她的龙头是从左边的 然后小姑娘还说这个龙放的是一团 火屁 我问为什么 不合理啊 她说龙是从嘴巴吐火 所以放屁应该是火 这刁钻的角度好有说服力啊 这刁钻的角度好有说服力啊 好好 来快 最后一个 这个我小 那我告诉你啊 来看看 这是狗头 狗嘴巴 这儿的一个救生圈 一个小腊肠狗 海滩救生圈狗狗 这个我解释一下啊 这个狗呢跟前面的不太一样 它更特别可爱 更 是吧 好可爱啊你二人憋不住 哈哈 你是憋着呢 好好好 好舒服啊 然后我说我还想了一个 而且还编了一个故事 小鸡跟小河马不育儿童呢 来到河边画画 小鸡眼里满满的都是美丽的风景 而对小河马来说 小鸡就是她最美的风景 要不是我别厉害 刚才她能想更多呢 哦 是吧 对啊 我可不像你 赌那么大 你赌那么多 哈哈哈哈